从头上被插着一把刀的鲨鱼 到身受重伤无法捕猎的狼 再到被鱼网困了六天的眼镜蛇。 当我们自家的宠物 舒服地躺在它们的小窝时 世上还有很多动物正面临着生死关头。 幸运的是 当它们向人类寻求帮助时 人类总是很愿意去帮助它们。 挖掘机救援 这只小鹿被困在泥地里 无助地发出一声声哀嚎 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就在这时 一个人类开着挖掘机前来拯救这只小鹿 它的出现仿佛英雄登场。 看看这个工人是如何精准地操作挖掘机 将这只小鹿从泥地里挖出来的。 世界上还有很多用挖掘机 拯救被困动物的故事。 中国甘肃省有一只野生西藏棕雄 也是被挖掘机挖救出来的。 当时一名水电站的工作人员 在一处饮水渠里 发现一只野生棕雄 那只棕雄就趴在金属房屋扇上 看起来已经泡在水里好几个小时了。 考虑到野生的棕雄性情凶悍 所以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想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用挖掘机将棕雄从水中捞出 这样既能让棕雄免受水冲之苦 又能人雄隔离 保障人员安全。 最后棕雄就这样被挖了出来 并被送到附近的野生动物救助站。 这是一条鲨鱼 被鱼网缠住时发生的事情。 这条鲨鱼一直靠着一艘在有人类的船 很显然在寻找能够帮助它的人类 于是船上的渔民便向它伸出了援手 而这条鲨鱼甚至在渔民们帮它解开鱼网的时候 耐心的一动不动。 直到鱼网被解开 鲨鱼终于能自由地游来游去 它朝那些救了它的人类摇了摇尾巴 似乎在说谢谢。 接下来还有一个关于鲨鱼向人求助的故事。 看看这条鲨鱼 它的头上被插了一把将近30厘米的刀。 当一名潜水员潜水到其附近时 它立即在潜水员身边游来游去 仿佛是在恳求潜水员将它头上的刀弄走。 不过有些讽刺的是 这条鲨鱼很明显是被人用刀刺伤的 毕竟它的头上不可能无缘无故多了一把刀。 值得庆幸的是 潜水员成功地把刀从鲨鱼的头部拔了出来。 后来潜水员又去到那片海域潜水。 它在潜水的过程中又看见了那条鲨鱼 那条鲨鱼已经完全康复了。 哎呦想它应该是天天回到同个地方 想要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吧。 对于非水生动物来说 河边湖边或者海边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 就像一个汉鸭子掉进游泳池一样。 看看这个挣扎着往人类船上前进的小点 它实际上是一只松鼠。 它看起来正在逃避那些会捕食它的生物 也就是海鹰和海鸥。 和刚刚的鲨鱼一样 这只松鼠也正在寻求人类的帮助。 它拼命地想要靠近人类的船 好像知道人类不会伤害自己一样。 当船上的人类将其抱起来时 它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的行为。 它虽然全身湿透 但还是很可爱。 当人类将它放回陆地时 它也是摇了摇尾巴。 这大概是动物表达感谢的通用语言吧。 有时候就算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 也会向人类寻求帮助。 就像这只头上有着超大伤口的狼。 正常情况下 它都会避开人类 但孤独、虚弱、饥饿等感觉 接踵而来 它已经失去了捕食的能力。 狼的嗅觉是很灵敏的 它可以在三公里外 就嗅到猎物的气息 而现在这只受重伤的狼 就嗅到了一个女人口袋里 刚出落的面包味道。 于是这只狼 离开它原本待着的树林 过来接近这个女人。 在意识到这只狼是过来要食物的后 那个女人将面包丢给了狼 而狼则是小心翼翼的结果拿食物 以再确保人类不会伤害自己 然后就叼着面包到旁边享用了。 这个狼的行为 给我们描绘了动物的思维过程 首先是观察 观察眼前的人类是否具有攻击性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我可以信任人类 甚至是一个风险评估 我平常都会避免接触 但现在我别无选择 只能寻求人类救援。 能以这种方式来评估眼下状况 就意味着 狼具有理性思考的潜力 这样的说法可能和我们想象中的狼有些出入 但奥地利学者最近进行了一项实验证明 狼实际上比家养的狗 更善于观察和聪明。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只抹香精 它很明显在向潜水员发出讯号 表示自己需要人类的帮助 后来潜水员才发现 鲸鱼的嘴里有一根鱼钩 当潜水员试图取出 卡在鲸鱼嘴里的鱼钩时 那只鲸鱼还非常的配合 看来在紧急的情况下 动物也想去看鱼医 这就再次证明了 动物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 它们知道遇到困难的时候 应该要求救 在鱼钩被顺利去除后 获得自由的抹香精 并没有着急离开 它貌似想表达对潜水员的感激之情 而当潜水员抚摸鲸鱼时 它看起来很开心 这只海龟正朝着潜水员游去 仿佛见到了自己最好的伙伴 但实际上它是来求救的 这是因为海龟的背上卡着一个贝壳 它在潜水员的身边游来游去 似乎在拜托潜水员将自己身上的贝壳拔走 潜水员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 在它把贝壳拔走后 海龟歪了歪头 这或许是海龟们倒写的方式吧 有时候 信任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这段影片的主人公 与这只在野外的狐狸互动了一年多 每天它都会来喂食这只狐狸 但是有一天 这只狐狸拒绝进食 反而抓起食物 示意人类跟着它 它很明显是有目的的 因为它在前进的时候也会一直停下脚步 看看人类有没有跟上自己 大家猜猜看 这只狐狸要带这个人去哪里 答案是 这只狐狸最近当上了妈妈 它带着它的恩人来见自己的孩子 将恩人带去自己的窝 绝对是一个明知之诀 现在这只狐狸可以留在窝里 保护自己的幼崽 人类也能直接去它的窝送食物 而接下来的这只狐狸 则比刚刚的要独立 它显然不打算向人类寻求救援 它打算直接从渔民的包包里偷走食物 不过有趣的是 当包包的主人回来时 这只狐狸并没有逃跑 反而是耐心地等待着 仿佛知道人类会因为同情 而给它一点食物 当渔民分出一些食物给这只狐狸时 它也没有怕生得逃开 而是上前从人类手里咬过食物 大家钓鱼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钓上特别的东西呢 这里就有一个渔夫 钓上了比鱼还大几倍的东西 这三只小熊在过河的时候 不幸和妈妈走散 然后就走到河的更深处 结果就开始溺水了 善良的渔夫把他们救起 并把他们送回熊妈妈身边 而熊妈妈所要做的就是 在渔夫离开的地方 接回他的孩子们 生病的海雕 这只海雕之所以会接近人类 是因为它已经病得 无法在天空飞翔了 一开始它特别的不舒服 甚至连人类投喂的鱼 都不愿意接受 不过情况很快就好转了 海雕的胃口恢复了 甚至愿意让人类抚摸它的头 当然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从生病到康复 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尽管并不完全安全 但人类依然照顾着这只海雕 还有之所以说不完全安全 是因为海雕的胃 坚硬到能穿透防弹衣 而且它的爪子特别锋利 照顾它的人类 都必须将手包起来 才能避免受伤 如果你没有做好足够的保护措施 那你身上在事后 绝对会留下属于海雕的印记 海雕将落在任何表面时 不管是树枝 还是救命恩人的手 爪子就会自动松开 但别误会它并不是打算用灰 或爪子来伤害人类 那只是它表达感谢的方式 不仅仅是鸟类 人类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 去拯救动物 在这段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正在拼命拯救 在冰河中溺水的狗狗 再次证明了 并不是所有人类 都会无视来自动物的求救讯号 这只被困在冰河中的狗狗 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 只能一直呼救 幸好有好心人听到 并伸出援手 最后狗狗安然无恙 被困在冰河的狗狗 它没有屈服于恶劣的环境 而是一直拼命地哀嚎 直到数个小时后 终于有人类听到 并将其救下 虽然向人类发出的求救讯号 得到了回报 狗狗被顺利救出 不过它因为在冷水中 待了过长时间 导致体温过低 腿脚也无法移动 甚至有些呼吸困难 不过这个故事 还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狗狗后来被送去救治 在完全康复后 狗狗用了新的名字 新家和新朋友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 狗狗记得自己的救命恩人 狗狗每次看到 自己的救命恩人 都安纳不住内心的喜悦 会在他身边跳来跳去 接下来 还有一个惊险救狗的故事 看看这辆燃烧的汽车 和这个惊慌失措的男人 大家应该都猜到 发生什么事了吧 没错 这个男人的狗狗 被困在燃烧的汽车里了 一位警察 立即开始砸烂车窗 想要救狗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但光是把他从车里救出来 就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困难 不过最后 他们还是成功将狗狗救了下来 有些人可能会心疼车子 但车子坏了 随时可以再买 所以好的朋友 可不是随时随地都能买到的 解救恐怖生物 爱又相信 只要提到眼镜蛇 很多人都会瑟瑟发抖 因为它身怀剧毒 且攻击性极强 碰上的话 指定没什么好下场 然而 却有一位好心人 却不顾一切地 拯救这条爬行动物 在这段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 被鱼网困住的 巨大眼镜蛇 最后来自印度的居民 将其解救了出来 在解救眼镜蛇之前 居民先给这条口渴的蛇 为了饮用水 后来那位居民抓着舌头 用剪刀将缠绕在 其身上的鱼网捡去 这段影片后来被放上网 播放量累计超过六百万次 网友们都被这一项行为所感动 并感谢该男子对蛇的救助 有时候动物们太弱小了 无法自己寻求救援 但幸好人类 很乐意向他们提供援助 这只小猫因为失去了妈妈 而差点饿死 幸好有人看到这只 因极度饥饿 而正在吃草的小猫 就收留了它 这只小猫长大后 它的主人才发现 它是一只受保护的野生猫 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而这只猫肯定知道是谁救了它 每次被喂食时 它都会舔舔新妈妈的手 来表达感激之情 高空作业 一只山羊的脚被电线卡住了 虽然不知道它是怎么上去的 但机智的人类 还是找来了梯子 想要把山羊救下来 只见山羊紧紧抓住梯子 仿佛知道自己的生命有赖于此 救援队解救了这只山羊 并将其放生 但这只山羊 在离开时 一次又一次地回头看 它的救命恩人 似乎在说谢谢 你觉得其他动物 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求救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